什么叫解放天性 什么叫放飞自我 什么叫欢脱到飞起 昨天在苏友鹏指导的电影 嫌疑人X的现身发布会上 凯凯王在台上魔性起飞 用身体生动诠释了一个大写的X 这个能笑到过年的跳跃动作 也被不少网友截成表情包 大家纷纷点评 凯凯王任性不错 弹跳良好 没有偶像包袱 也有网友吐槽说 自己可能喜欢了贾王凯 小八哥看过这个片段后 默默想起了如今的金马影帝 当年在春晚舞台 也曾有过这样一段表演 凯凯王或许就是在向前辈致敬呢 杨幂三打手机事件还有后续 现在网上流传的说法不一 有报料说 那个在直播中 被杨幂打掉手机的工作人员 已经被辞退了 还有人说 大秘密已经向这位工作人员道歉了 虽然传言真真假假 但有个事情倒是板上钉钉 那就是当时的直播主持人 杨幂的同事王骁 在网上跟杨幂的粉丝怼起来了 有杨幂粉丝在其微博下质问 为何不能提前告知杨幂 有直播这回事 为何把整件事情搞得这么尴尬 不能保护下杨幂吗 王骁的怒嘴粉丝 跪舔滚粗 一个个跟伤了自尊似的 心理素质差成这样就别出来玩 对此 众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 议论纷纷 有人表示 本公司的都私上了 真是热闹 王骁不是杨幂的十年好友吗 还有人说 直播的时候 当着他的面打掉手机 问问题的时候 被杨幂无视 再好的人也要有劲吧 你说我说 众说纷纭 小八哥对此只想劝一句 真性情就关起来 留给好朋友吧 既然打开门做直播 那装也得装一下 要不然大过年的 以这种方式上头条 估计也是很心塞